最後入集氣勢如雄全部馬不準備 頭檔第三場賽事三班千葉的泥地短途賽準備 好,你一開閘的時候 前面快閘的馬中間有疑槍之聲相當快 響到邊有京城珍寶內蘭飛躍之區第四位加州戰神 大愛檔有氣勢如雄中間還有這隻紫色衣服 那隻就是無敵王者 再後面的馬有勁開心 內蘭位置還有飛快 後一點的馬匹 才見到有這隻紅海灣 後面的馬就是盈里進馬出 就慢了內蘭 中間炸於少少外面薑餅人 轉彎中間移槍之聲 放到出來跑到無敵王者 接著第二位 內蘭第三飛躍之區中間京城珍寶 在外面還有氣勢如雄 後面的馬飛快厲害 外面勁開心 最後多少紅海灣在中檔 跟加州戰神有些碰撞 入正最後直路 前面宜昌之聲 放得很輕鬆 看到內蘭飛躍之區追緊他 中間有無敵王者 外面有京城珍寶 再後面才見到紅海灣 最後八多米 宜昌之聲很輕鬆 撤離了第一位有兩個馬威 京城珍寶向第二位 後面第三位有無敵王者 接近終點 宜昌之聲拋離對手 第二名京城珍寶 第三名飛躍之區 第四名有盈利盡馬 無敵王者和紅海灣要拍照 結果這場賽事 這隻宜昌之聲 放在前面放 很輕鬆就已經放到 京城珍寶就跑回第二 第三名飛躍之區的機會高一點 第四名有幾隻米魚影相 潘頓第五百勝 今晚的票數真的很厲害 只剩下41元 大Q也順利開出 46元 京城珍寶第二 第三 飛躍之區 第四名 無敵王者還頂到 頂住了 紅海灣和盈利盡馬 對 我們選了另一對 冷門四重彩 真的這樣追不到 頭三名正路 你被他放到出來 貼爛了 你見到潘頓都很輕鬆地贏馬 因為柏寶完全不敢跟 第二段突然不來你賣 搞不定 但都是前面那些 都是預期會主動的馬 二槍之聲潘頓 第五百勝頭馬 恭喜 有些新鮮感 所以出來都夠快 今日京城珍寶就不放了 可能都多馬走 但都跟著前面 都是主動位 追回第二名 另外飛躍之區也是 今晚的時間真的厲害 長場都快 有破班制紀錄 是啊 就算是十二 打邊都要衝上來 貼著放頭馬 就知道前置很便宜 一排二十四個半 一打三 三排三十四個半 一打十一排二十五 那排第四名是十二號的目的王者 一三十一三隻 其實林翔都是 樂飛一直在這三隻快馬身上 即是前置馬 十二號偷到雞 就是跑法上 即是出到閘 死逼他都要放在前面 所以咬了第四名 其實他都斷了 他只不過賺了別人後面都追不到 他四連玩 二百一十八 是分一隻十二 一隻十二是頂住我們 五百八那些 四重賽是派四千五百五十七 一隻八起步也慢了一閘 慢得很緊要 回來追幾多 轉倉就贏了 重新再來過 因為上季都跑到心律不靜 跟也不用跟了 自己走 對 有點fresh 走得很快 他真是嚇到拍寶 明明都想頂住這條難 沒有了沒有了 轉回我自己 因為飛雷子他本身是一三三 這個也會留在 對 對 我要讓你綁 沒有了都是給你買 五百啦 對 恭喜潘頓 立刻 交反足氣 五百場 看看第四名張照 就是中間那隻無敵王者 還頂住海灣和漫畫面的盈里進馬 真的追了很多 今天這麼可能不利 他還要晚閘 但是他賺了內搭形勢 因為內搭他很高 在開面旁的 熱門潘頓先贏 因為這場本來是 莫萊大大熱門 反而潘頓先贏了 看看怎麼跑了 起步很積極的 我們看到九檔 現在這部 盈里進馬 跳也跳慢了 然後 炸魚薯跳也是慢的 已經邁來了 我們看到那隻疑昌之聲 驚程增補 初次上來三班跑 要適應捕捉 一直要比住 結果也頂不住 裡面的菲律之區 拍寶說 不行了 頂得多久了 一直拿著欄 開面目的王者 以及氣勢如雄 後一點是加州戰神 超開心開面來的 裡面 那隻是什麼來的呢 那隻就 那隻飛快厲害 轉了彩衣 沒錯 然後開邊 我們看到炸魚薯跳 薑餅人 紅海灣現在是個尾椅 其實他也是偷入邊 另外還有盈里進馬尾 盈里進馬起步 跳一跳 所以都落後了 我們看到這裡打邊 那隻飛翅之區 都害怕 那隻飛翅之區 很厲害 那隻飛翅之區 很重 15元 那隻飛翅之區 但是一隊怎樣追 紅海灣是轉出去的 盈里進馬是在裡面等的 不過看小的兩隻都不厲害 紅海灣其實已經完全 網絡了整條直路 都騎不上 那隻是沒有帝王者自己退 否則飛翅之區都沒有第三 這場 那隻就 即是不夠 form 讚形勢 所以捱回第四 復幫員不派彩作實 他位置QC3 踏十一派二十四個半 一踏三派三十四個半 一踏十一派二十五個半 施療門派二百幾十八元 字幕提供 系統 踏十四千五百五十七元 傾向